一口气看完,明朝十六位皇帝的兴衰史,明朝从1368年至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共转十六帝,共继二百七十六年。 可以说,明朝的十六位皇帝都极具个人特色,首先第一位出场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原名朱仲巴,今天的安徽奉扬人,这位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朱元璋可谓是开局一个万,不一出身当过小乞丐,这样的起步条件,在开国皇帝中可谓是最差的了。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打架一个大明王朝,放在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之中,是数一数二的。 而不一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后,虽然留下了清洗功臣等骂名,但是极大的巩固了王朝统治,废除了丞相的职位,制定好了王朝的各种制度。 可以说,明朝能延续二百多年,朱元璋功不可没,最后因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71岁,在位30年。 朱元璋还立了一个规矩,子孙起名字,最后一个字都是按照五行,木,火,土,金,水的顺序排列。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然后明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朱允文,1398年至1402年,在位4年。 因为朱元璋一口气活到了71岁,太子朱镖都没能熬古他老爹,所以直接由皇太孙朱允文继承皇位。 朱允文最大的特点就是优柔寡断。 在他爷爷去世后,为了削弱藩王的势力,朱允文相继杀了他的五个叔叔。 而到了准备杀燕王朱棣的时候,朱允文却又下令说,不允许伤到燕王,要把朱棣玩好地押回南京。 这就让将领士兵们很为难了,毕竟朱棣常年驻守在北方,抵御蒙古入侵,很会打仗。 最后,朱棣发动静南之意,而朱允文放了一把大火,消失了。 世生世死,成文历世之谜。 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1402年至1424年,在位22年。 朱棣可以说是明朝最富有开拓精神的皇帝,在这方面甚至比朱元璋还要雄才大略。 在位期间五四正蒙古,收复安南,西北支哈利贵,海北正和下西洋,使明朝的疆域打到巅峰, 并且通过远航,巡回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最终建立起了万国来朝的朝贡贸易。 文化上,修永乐大典,又书郡大运河,迎建北京紫禁城等。 统治期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使称永乐盛世。 郑和下西洋,一个是为了找出云门,另外一个是无疑向世界宣告了大明王朝的强盛, 展现出了一个伟大的王朝和民族的气度于抵御。 最后因此24年,在第五四正蒙古回尸途中,并逝于云武川享年65岁。 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氏和明玄宗朱瞻基第五位皇帝,两个一起讲家。 两个父子都是历经图治的好皇帝, 共同创造了可与汉朝文景之治,比肩的仁宣之治。 当然缺点是,这个仁宣之治架起来只有11年, 因为朱高氏在位仅仅10个月,朱瞻基在位也就10年。 屋底四后,朱高氏和朱瞻基就开始了收缩兵力之举,主动放弃了一些疆域。 自他们以后,明朝皇帝对于疆域也不是那么热衷, 可以说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这也是明朝疆域自朱底达到巅峰以后,迅速缩水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对内文治来说,这两位皇帝是没得说的, 毕竟朱底长年征战,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 处理不好的话将会动摇明朝统治根基。 而这两位皇帝历经图治,实行修养生息, 将这个危险局面平稳度过也是大家的基础。 在1425年,朱高驰病逝,年仅48岁。 在1435年,朱瞻基病逝,年仅38岁。 明朝第六位和第八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 第七位皇帝是明代宗朱祁鱼。 这两个兄弟挺有意思,合在一起讲下, 朱祁镇是朱瞻基长子,是朱祁玉的哥哥, 两届为敌,可谓是一个独特的皇帝。 朱祁镇宠敬太监王镇, 最终导致在土木铺之变中被俘虏, 而二十多万大军也是全军覆没, 使得明朝元气大伤。 然后朱祁玉弟弟闪亮登场, 本来是藩王,在朱祁镇玉甲亲征被俘以后, 由于局势危急,被推上了皇帝之位, 然后孙太后重用于谦等人, 但是弟弟朱祁玉并不想朱祁镇真的回来。 可是,朱祁玉如同临时皇帝一般, 缺乏正统性知识,地位不稳, 又改立自己儿子为胎子, 引得很多大臣反对, 一年后迎接朱祁镇回京, 成了太上皇被软禁在南宫。 在1457年,朱祁镇策动夺门之变, 费了明代宗朱祁玉杀少宝于谦, 明将方广,迫害景态一朝的忠良, 功臣复位称帝。 同年二月,朱祁玉并逝于西苑, 年仅三十岁,在位八年。 后来朱祁镇复位称帝, 又听信谗言,流访郭登, 元斌等人, 重用门达,陆高等奸臣, 致使一阳王一家冤死, 民间又爆发了数十万的流民起义, 导致明朝自禁太时期, 恢复的国力再度输创。 最终在1464年并逝, 年仅38岁,在位21年。 明朝第八位皇帝, 明宪宗朱建生, 出生于1447年至1487年, 在位23年。 朱建生是朱祁镇长子, 这位皇帝可谓是毁于参半, 十八岁登位后, 初期算是英明宽人, 平反了于谦的冤案, 恢复了明百宗朱祁遇地后, 赢得了朝野支持, 保证了政局稳定, 并且一众李贤, 商务等大臣来治国李政。 中后期, 臣溺后宫, 过度宠爱万真儿妃子, 差点立为皇后, 差点搞得自己绝后, 并且深重新倒数, 大肆身受繁增, 到1487年, 万贵妃禀死。 朱建生悲叹说, 万事长去了, 我已将去矣。 然后同年八月, 朱建生甲崩, 中年41岁, 明朝第九位皇帝, 明孝宗朱又堂, 出生于1470年至1505年, 在位18年, 是朱建生的私生子, 和一个偶然灵性的寄宫女所生, 生下了朱又堂后, 在太监和宫女的守护下长大, 直到五岁, 被接到周太后那里去养战。 直到朱又堂十八岁继位后, 宽厚仁慈, 勤勉节俭, 任用王术, 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大臣, 只称红旨忠兴, 并且是明朝唯一一个, 实行了义夫义妻子的皇帝。 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 明朝万历年近的内阁首府朱国珍, 是这般评价, 三代以下, 称贤著者, 汉文帝, 宋仁宗, 与我明知孝宗皇帝。 最后在1505年, 朱又堂驾崩于乾清宫, 年仅三十六岁, 明朝第十位皇帝, 明武宗朱后照, 出生于1491年, 至1521年, 在位16年。 朱又堂的长子, 对儿子很溺爱。 朱后照十五岁继位后期间, 重用宦官, 荒言无读, 贪婪叛逆, 在皇宫里开动物园, 在皇宫里开妓院, 但还是有点能力的, 想御驾亲征, 赢得了印州之战的胜利, 南巡归京途中, 朱后照因为落水落下病根, 在1521年病逝, 年仅三十一岁, 后世对朱后照的评价争很大, 毁育不一, 但大体保持了明朝基业的稳定, 亦有作为的一面。 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明世宗朱后宗, 出生于1507年, 至1567年, 再位45年, 明朝再位第二长的皇帝, 年号家境。 明宪宗朱建身之孙, 兴宪王朱幼元之子, 是朱后照的堂弟, 因为朱后照无子即位。 朱后总十六岁即位后, 就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先帝, 和大臣们掀起了 事成大礼仪的政治事件。 最后还是以朱后总获胜辈终结。 在1542年, 据说由于朱后总虐待宫女, 十六名宫女和两名妃嫔计划谋杀朱后总, 却因为宫女不会打劫, 怎么也没把朱后总给勒死, 最终宣告失败, 事成人影宫殿。 宫殿之后, 朱后总性情大变, 也不再上朝, 终日痴迷于炼丹修道, 祈求长生不老, 长期不省朝, 还由大贪官严嵩执掌大权。 到1550年, 蒙古暗达汉长年寇边, 兵临北京城下, 史称耕渠之便, 倭寇也侵略东南沿海, 南窝北鲁加剧了后面的隐患。 最后在1567年, 朱后总于乾清宫去世, 享年六十岁。 明朝第十二位皇帝, 明禄宗朱在即, 出生于1537年至1572年, 三十岁即位, 在位六年, 年号龙庆, 是朱后总的第三个儿子, 前两个儿子相继夭折。 他在位期间, 将正式委任陈以秦, 张居正等歌臣, 心理出笔, 又重用七级光等帅才, 加强巅防。 经过一番整顿, 国师有所起色, 实行了龙庆开关 和蒙古暗达峰共两件大事, 为万里中心的局面奠定基础。 但他本人沉迷于色, 在1572年, 朱在即驾崩, 年仅三十六岁。 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名沈宗朱义军, 出生于1563年至1620年, 在位48年, 年号万里, 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 是朱在即的第三个儿子。 朱义军十岁即位后, 依靠着内阁首辅张居正, 改革复义制度, 推进一条边法。 军事上重用抗窝民将七级光, 重创南窝北部。 朱义军前期奋发图强, 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开创了万里中心局面。 中后期, 二十八年不在省朝, 由秦变懒, 假之沉溺酒色, 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 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 最后在1620年, 神宗病死, 享年五十八岁。 后人评论朱义军, 明之王, 实亡于神宗。 明朝第十四位皇帝, 明光宗朱长洛, 出生于1582年至1620年, 三十八岁即位, 在位一个月, 明朝在位最短的皇帝, 是朱义军的长子。 由于朱义军偏爱郑贵妃及儿子朱长征, 没有如愿以偿立三子朱长征为太子, 而是无奈之下立了长子朱长洛。 朱长洛当上皇帝之后, 本来大臣都指望他收拾万里地留下的烂探子, 他也的确拔出矿税, 缺税, 重振朝廷刚及, 并且发引靠劳辽东等滇军, 以稳定军心。 但是因为太豪女色一定不起, 最后可能是被郑贵妃指使内官崔文生, 死于洪宛案, 年仅三十八岁。 明朝第十五位皇帝铭系宗朱有孝, 出生于1605年至1627年在位七年, 年好天气, 是朱长洛的长子。 由于父亲朱长洛连自己都没安顿好, 所以也就疏忽了孩子的教育, 被诗人传为文盲皇帝, 最心于当努警, 木工做得确实非常好。 朱有孝在位期间, 单于义乐, 无心朝政, 重用焉大, 致使如武克施与魏忠贤专权, 祸国殃民, 使明朝逐步走向衰落。 最后在1627年, 朱有孝甲崩, 年仅23岁。 明朝第十六位皇帝崇祯帝朱有孝, 也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出生于1611年至1644年, 在位17年年好崇祯, 是朱有孝同父一母的弟弟。 朱有孝继位后初期, 就产出了全宦位忠贤, 及其党羽, 秦于正式, 力行节俭, 力图实现明王朝的中心。 中后期, 似乎明朝的气数已尽, 不管朱有孝怎么努力, 天灾人火都不断发生, 干旱, 洪暴, 文艺, 农民起义, 大清八旗入侵等等, 朱有孝拆登墙补西墙, 却怎么也修补不好这个王朝, 如果换一般人也应付不了, 不能全怪朱有孝不行。 最后在1644年, 李自成兵临北京, 朱有孝自以于今天的锦山, 用一根绳子结束了生命, 年仅34岁, 至此明朝统治结束。 感谢؛